YO!哈囉! 我們現在來這個場地來看一下對比 這兩台車 一個他把套件全部都做成 M-Performance碳纖維 一個他在選配的時候就全部都是黑化了 首先我們先看下巴 信息口碳纖維M-Performance 這邊是一般的黑化套件 一般黑化的話這邊是速件 然後它直接伸到這裡面去 下巴件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這裡是空的 它是整塊都上去的 等於是多一件下巴了 延伸套件 然後這邊後照鏡的部分 牛角耳熟能詳 大家都知道新人車 BMW的就會上牛角 那邊就是一個黑化的耳朵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 改了一個HRE FF10的旅圈 算誰啊 然後再來這裡 他也改了一咖 他還改了一個原廠X6M卡 這個都是原廠改 然後到後面還有一個加大點 這都是原廠改 特群的部分 它是下半截都是碳纖維 那這裡的話 下半截也是有一塊延伸件 不過這個應該是鐵灰色的 不是色氣色 特群本身就不一樣的設計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 鯊魚旗都有變化 這個鯊魚旗 兩黑色 然後這邊的鯊魚旗呢 也是M Performance 然後最後我們來看屁屁 原廠的下巴 這個尾翼 比較常見的 奧版BMW尾翼 好那邊就是最新改款 HOLD Performance的尾翼 大隻很多 然後下巴鍵 整塊都是震撻 再來這一台車 它改了P222的泰台氣管 那我們待會在路上 稍微聽一下它的聲音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